靜恩的媽媽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我對她影響這麼大 所以要開跑車 很開心今天來參加這個營櫃日視大家 我們是從台主過來的 其實我剛剛在旁邊聽 其實我這個位置我不知道說 居然離舞台這麼近 離大家夢想這麼近 不過我今天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真的很感動 不管是每一個大家的夢想 其實我都有聽只是聽太多我需要笑話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在這邊 就是坎坎而談自己的夢想 然後其實我覺得剛剛有面對鏡頭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你們還要講出來 然後我覺得表達跟你思考 我覺得那個壓力 我覺得上了這邊大家才可以知道 然後我覺得大家今天都很棒 然後希望就是在三天之後的活動 大家還可以彼此能夠 因為我覺得這是非常難的機會 謝謝